大学之道之文 文中有文言文及白话文注解 因此让深浅者都能理解文艺 进而悟道修行 传十章五 是格物质之第三段 是故君子圣心悟于隐为 恶意恶于动机 吕先祖浅言注解自解 圣小心意意也 隐为欲动未动之处也 恶止也 动机心浪之微波也 吕先祖浅言注解文言文 三奇时代 造节弥漫 究其结缘 乃起于心悟之隐为耳 如贪欲 称分 吃舍 爱望 皆由心悟之不胜于隐为 遂相因而生焰 故心慰大同之先祷 心慰浩劫之动机 心慰万事之元疏 心慰鬼神之躯近也 不胜于心慰 不胜于心慰 不胜于心慰之隐为 则亦恶流浪 遂相因而动机焰 圣人无他记 其心修修焰 无非胜隐为 恶动机也 燃心意可敏 然心意可敬 可敬 可敬者兮盛兮贤心也 可谓者作奸作恶意心也 一 顾欲智其良知 圣心悟恶意恶 乃为当前之极悟矣 如隔物功夫 不能做到尽善 而欲智其良知者 由之住屋 基处未兼 而欲上迎其华 则恐为矣 舍格物而欲迈上七条 由盖树不润其本 而撒其末 为求其容 则反枯矣 事故格物者 乃圣功之要领 愿有志于道者 信赵无言 功行实践 则心悟可格 性体原名 而至道宁已 吕仙祖浅颜著解白画文 身灵在这三奇时代之所以会造下弥漫的大结 深究其来源源 乃是其因于心物的隐为之处而已 例如贪欲 身份 吃涩 爱望的产生原因 都由于在隐为之处没有谨慎防范这些心物 于是心物就互相循环而生成 所以心不但是缔造大同世界的先导 同时也可能是浩劫的动机 心是万事的源头 枢纽 也是做鬼成神的途径 如果在隐为之处不谨慎防范心物 那么一恶的四方流浪传播就会因而发动 所谓 圣人无他计 其心修修焉 其实无非是在隐为之处小心谨慎的恶制动机罢了 可见心意令我们尊敬 也令我们畏惧 可敬的是成圣 成贤的心 而可谓的也是那作奸作恶的心 爱 所以要致我们的良知 那么谨慎心物 恶制亦恶乃是当前的吉物 如果这样的格物功夫不能做到尽善的地步 却想达到致良知 那就像是要建筑华丽的房屋 却没有打好地基一般 所以格物乃是圣功的要领 希望有志于道者能遵照帝君所言去功行实践 那么即能格去心物 使性体原名而完成制道 请继继续研读大学之道 吕先祖 服幼帝君 浅颜注解 传十章 五 是格物质之第四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